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达雅加达之后,中国女排第二天一到早就开始备战首场对决,值得一提的是在分组对抗训练中,女排的首发阵容也浮出水面了。 从目前来看,尽管首场比赛的对手是越南女排,但是郎导还是没有保留,在18日的训练中,女排到了有球训练环节,分为两组进行,其中第一组的球员有刘晓彤、林立、袁新月、朱婷、岑春蕾和丁霞。 再加上严妮,不出意外的话,这就是女排的首发、主力阵容。 而两大新星李莹莹和龚翔宇恐怕无缘先发,林立、朱婷、袁新月、严妮和丁霞,都是女排稳定的主力,亚运会先发也不让人意外。 在一些人看来,目前刘晓彤和曾春蕾打屁股,或许是女排更好的选择。 两人来自北京女排,都已经是年近30岁的老将了。 刘晓彤在世界女排联赛期间首发的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,尤其是她的遗传。 事物不少,曾春蕾目前伤病是否彻底康复,还是未知数。 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中,接应位置上首发的是龚翔宇,因而,在一些人看来,李莹莹和龚翔宇取代刘晓彤和曾春蕾先发更为合适。 其实,不论是谁首发,首场面对越南的比赛,也就是热身一下而已。 对女排而言,真正的挑战还是接下来跟韩国女排的小组赛,这是一场女排必须赢的比赛。 当然了,这次亚运会郎导恐怕,也会演练不同的阵容组合。 毕竟这次亚运会也是世锦赛备战的一部分。 无论如何,今年女排的终极目标还是世锦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